楼市春江水冷 贝壳已经沉底 半年来贝壳已两次被报道人员优化 即便头顶三重光环 经不住楼市春江水的贝壳冷或已沉底 遭遇被浑水做空 后来又跟着中概股大事 一起跌了大半年 市值缩水到百亿美元附近的贝壳找房股价 终于在3月迎来暴涨64.35% 贪冲暴力回弹 截至4月上旬 贝壳市值约180亿美元 而即便经过暴力反弹 公司目前的股价较2020年底的最高点 也跌去了近8成 估值缩水 机构对贝壳低位超配的畅多声音也越来越多 比如3月Morgan Stanley上吊贝壳的评级至增持 但将目标价下调至16美元 此前高盛和汇丰也都曾上吊贝壳评级 巴克莱对贝壳的评级也一直保持在超配 有中国房地产业内人士 向BT财经评价贝壳3月16日的暴涨 房地产市场见底越来越明确 加上市场预期中 概股监管新归落地也不远了 贝壳获得多重力好 其实完全可以理解 贝壳头顶有三重光环 互联网平台的一匹黑马 房地产业中靠互联网转型进击的最成功的样本 也是市值一度冲破千亿大关的明星中概股 这些光环合并起来 就像一把双刃剑 公司股价涨跌幅度都因此放大 有媒体认为 贝壳找房2022年开春依然沉在水底艰苦股东 事实真是如此吗 去年对贝壳来说 真的是难熬的一年 贝壳董事长兼CEO彭永东 用史无艰难来形容公司的2021年 流营转亏 贝壳的艰难已经写在财报上 3月初 贝壳发布了2021财年第四季度 和全年未经审计财报 先看2021年第四季度 当季公司营收178亿元 较上年同期的227亿元 同比下降21.5% 净亏损录得9.33亿元 上年同期的净利润为10.96亿元 再看2021年全年经营情况 在平台最常用的GTV这一指标上 贝壳2021年 录得38535亿元 比上亿财年增长10.1% 具体来看三块业务 现房交易营是大头 总额为20582亿元 与上亿财年相比 增长6.1% 增速最猛的新房交易总额为 16086亿元 同比增长16.3% 新兴及其他服务交易总额 为必1866亿元 同比增长6.0% 从费用支出的角度来看 贝壳仍需要踩一脚刹车 其中研发费用从24.8亿元 攀升至31.9亿元 营销费用从27.2亿元 攀升至43.1亿元 一般集行政费用 从75.9亿元攀升至89.2亿元 收入的增长赶不上花钱的速度 贝壳找房2021年不得 负13.6亿元的营业利润 拖累净利润至负5.2亿元 相比去年同期 这两个数字分别是 加28.4亿元和 加27.8亿元 贝壳的门店数量落得增长 但经纪人数量在2021年出现下滑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贝壳找房连接门店数量 同比增长8.7% 经纪人数量同比下降7.8% 好的一面是 公司GTV的增速 快于门店和经纪人增长的速度 一定程度说明了人均产出效率在提升 贝壳董事长兼CEO彭永东坦承道 2021年充满挑战 史无艰难 曾经房地产业的高速增长 仿佛就在昨天 但随着行业入冬 告别高增长时代 业绩和行业休息相关的贝壳也沉入水底 贝壳又躺平 努力寻找第二增长曲线 但是目前来看成效一般 彭永东对这两个新业务 可以说是寄予厚望 曾表示一提两议的布局 将全面激活在居住服务领域的布局 期待这能给公司2022财年 即未来的财务表现带来重要影响 2021年7月 贝壳宣布全资收购盛都加装 好制约80亿元 该收购要约聚息也已经获得批准 2021年底 公司成立了贝壳汇聚事业群 推出贝壳租房 首个项目已经在上海落地 贝壳能通过新的2亿 获得增长共力吗 我们一个一个来拆解 目前还没有在装修领域中 产生超过100亿的商业模式 彭永东曾经这样表示 意在看好这一赛道的行业悬念 但加装领域是房地产行业的下游领域 上游市场不好 下游以失利为米 二者共融共损 而且互联网加装市场 也早已经上演资本中国战 以冲刺港交所无果 转战创业版第三次 被终止IPO审核的土巴兔为例 在累计烧掉24亿元后 2018年至2020年 净利润分别实现3862.97万元 7,967.90万元和8,659.75万元 经营现金流2020年再转正 盈利能力仍待观察 重营销烧前仍是互联网加装行业的关键词 有媒体报道称 2021年四季度的城市市典里 贝壳二手和金房交易服务 已经可以为当地加装业务贡献 约30%的客源 协同效应初步显现 但是这一例的羽毛和时丰满 仍需要财报公布具体数据 租房行业的融融报为声 也才刚刚平息 2021年金客公寓 金客公寓等为代表的长租公寓爆雷 引发市场关注 租金贷乱象也浮出水面 此时杀入租房载道 贝壳会否有其招 市场仍拭目以待 另外 目前链家系租房品牌自如 已经是行业中的翘楚 此次贝壳推出租房业务 会是一次左右守护博吗 贝壳执行董事 首席财务官徐涛表示 新业务发力的初期必要投入 会对贝壳找房2022年的盈利水平 产生一定影响 但仍坚信会为消费者 带来更多围绕居住的 全场景优质服务体验 贝壳的一体两异 揍不揍笑市场说了算 可看上去难度是真不小 截至目前 贝壳市值仍有近200亿美元 超过协程 滴滴 B站 锦色为小李 百度 拼多多 仍算得上一线明星中概股 想当初贝壳横空出事时 被视为互联网平台的一匹黑马 房地产业中靠互联网 转型进击的最成功的样本 三个身份叠加在一起 就像一把双刃剑 当初涨得有多风光 现在跌得就有多惨痛 更何况房地产业入冬 2022年的春天依旧春江水冷 尽管各地政策组合拳不断 但房地产市场底部 仍然没有出现拐点 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 2022年前两个月 全国商品房伪计销售面积为 1.6亿平方米 同比下降9.6% 商品房销售额录得1.5万亿元 同比下降幅度更大 达到19.3% 终止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 其重点监测的 100成新建商品住宅成交活跃度 居于历史低位 成交规模较2019年至2021年3年 平均值下降19.0% 新房方面 4月6日贝壳研究院发布的 全国新房季报显示 2022年一季度 全国重点城市商品住宅签约面积 同比下降41% 这个比例比1至2月的降幅继续扩大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2022年一季度房地产市场成交增长率不振 和2021年的高基数也有关 谋视小阳春失约不在 贝壳的业绩很难不善其身 正如贝壳自己在年报中的预计 贝壳在2021年的中已有提及 2022年一季度公司预计营业收入 将在115亿元 125亿元间 同比下降高达39.6%至44.4% 据BT财经统计 近半年 贝壳已经两次被报裁员或高管出走 2021年10月 有网友在职场平台发帖爆料 贝壳找房上海研发部大规模裁员 给N加3的赔偿 后来贝壳回应媒体道 因行业环境发生变化 据此对上海地区部分业务岗位进行调整 还为员工优先提供内部转岗机会 2022年3月 又有媒体报道 贝壳大幅度组织优化 称公司部分主管接到通知 需要优化本部门10%的员工 主要涉及二手核心房交易服务事业群 两亿的整装大家居事业群与普回居住事业群 基本不受波及 去年10月至今 公司已有20多名中高层管理员员离职 包括一名金融副总裁 两名总经理 另有高级总监和总监等 甚至还有部分管理层放弃期权离开 但23日贝壳玄旗发布声明回应称 没有整体优化调整计划 组织动态调整 属于公司常态化运营优化机制 传闻不断 还是令投资者捏一把冷汗 毕竟一旦上流出问题了 下游恐怕也难好 股东离场也令市场密切关注 此前荣创中国曾经发布公告两次抛售贝壳股票 即便巨亏也要回血公司度过债务危机 好业寒冬可见一般 一些基石投资者 如高龄 软银也开始减持贝壳 据新华财经客户端 从2021年2月至年末 软银旗下机构减持贝壳 找房约3200万股 高龄减持约8700万股 持股比例降至3.3% 已经沉入水底的贝壳 仍需在冰冷的市场里 顽强活下去和自救